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在此前已经结束的北京冬奥会上面 有一个大明星 就是滑雪的谷爱玲 她获得了金牌 而且她又是中美混血 这个引人注目 中国的宣传部门也把她列为一个榜样人物 但是昨天她在微博上面发了一条 有告别的含义 她说 谢谢中国 然后后面她加了一个她的Instagram的账号 然后又放了她在北京这段日子的过的时光的照片 除了谷爱玲本人的那些铁粉以外 有些人就觉得看到之后就心里不是滋问 怎么叫谢谢中国 感觉上她跟中国是有一定距离的 很有距离感的一种话 这些人讲说你代表中国队出战 你是个中国运动员 你应该说的是谢谢祖国才对 你怎么说谢谢中国 这感觉好像很见外 这种说法还不是一个两个 很多人都有这种说法 但是实际上她谢谢中国 我觉得她已经很客气了 她完全可以卷铺盖走人 同时带走她在中国挣的那两亿多人民币 对于这些中国的吃瓜群众来说 这个谷爱玲只是一个政府 特意把她培养成一个宣传的一个榜样人物 是一个模范形象 这是故意的来给中国人洗脑的 她是要证明我们中国海纳百川 而且我们中国很有吸引力 然后海外的游子都非常的热爱祖国 愿意为国争光 但问题是人家谷爱玲身份 现在身份一直是沉迷的 她一直不肯承认自己是只有中国护照 没有美国护照 别人问她 她从来都是含糊其词 之前我们也讲过了 而且有视频图片 对吧 有很多证明 她从来没有讲过她的身份问题 每次都是想方设法的回避 所以说我判断她本人根本就没有加入中国国籍 她只是临时的代表中国去出战 因为在中国她能够获得这么多人的关注 她能够被中国政府去利用 她也甘愿被利用 因为她有好处 或者说根本上就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 只不过那些小粉红们一厢情愿被这场交易给骗了 相信这是爱国的表现 现在用完了 她就当然是拍拍屁股走人了 赚走了钱 赚走了名声 同时她不会留在中国 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堂堂正正正的中国人 谁都知道成为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我们看一下这次疫情下的这些人间百态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之前我就讲到古爱玲实际上是随时会交低抹油的 她在美国出生 美国长大 她怎么可能要在中国上大学 在中国工作 在中国定居 不是百分之百不可能 但是可能性比较小 所以我说古爱玲实际上是利用了中国政府急需培养中国人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 爱国主义的教育 她等于是甘愿充当这一个棋子 而且赚的盆满钵满 在美国也会有代言 但是不会像中国这么多 不会像中国这么出名 就像我之前讲的 本身滑雪就是一个小众项目 别说在中国了 就算在加拿大 在美国 一个滑雪运动员走的街上 也不会有这几个人认得出她 但是在中国 更更小众的运动 居然她的名声 有这么大 跟她真正实际的成绩 完全不成比例的 这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她利用了自己中美混血的一个身份 然后再加上她利用了中国政府去树立典型这样一个政治操作 然后再看到现在中国人现在活成什么样子 看中国的6亿多人平均月收入1000块钱 在这样一个普遍贫穷 明明程度又很低 政府管制又很严 更不要说中国又是一个税收大国 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 此地不宜久留 钱赚够了 当然要走 除非你有贪婪之心 侥幸心理 你想挣更多的钱 你觉得铁拳不会打到你的身上 就在上海4月26号就出现这么一幕 一对夫妻在社区里边想出去给孩子给自己的婴儿买奶粉 他们就不得不给这些防疫人员下跪 请求他们可怜可怜自己 可怜可怜自己的孩子吃不上奶粉 还有一个社区因为缺少粮食缺少物资 他们很多人就集体的敲锅敲碗 在晚上制造出了很大的噪音 同时还打出了这样的一个灯光 说我们要物资 紧接着维稳就开始发动了 要镇压 我们看社区的门警就发出消息 说境外势力在鼓动中国居民敲锅抗议 目前有部分小区已敲锅 这项活动是境外人员篡夺指使的阴谋 望大家明辨是非 通过正确的途径反映合理诉求 不要给境外势力机会 他不说这是政府的责任 他说这是境外势力 在鼓动一小波 不明真相的群众 甚至他们还去在喇叭里广播 也讲的是同样的内容 这是在上海发生的 我们再把这画面移到北京 北京就好很多吗 实际上北京现在也非常的一片肃杀 随时都可能会封城 有些人在超市里还在购物 突然超市就要被封闭 所有人都要被管控起来了 所以这些人赶紧扔下自己要买的东西 撒腿就跑 就像逃亡一样 然后还有个超市 有记者在拍照 在讲北京的情况 但是被爱国群众给制止了 我们看有人就发了一个微信 说老外来超市 不带兜子 不拉车子 背一个包 脖子挂着相机 着实让人不得不怀疑 结果货满的架子他不拍 对着空的架子咔嚓拍 还好发现及时 以通知保安 强制将其照片清空了 严防老外做文章 坐标是北京朝阳 我看了就觉得很可笑 货架空了 说明什么 说明都被买光了 对吧 为什么不能拍这空的货架 而且再说 你怎么知道 他没有拍有东西的货架 总之有群众 就眼间看到他拍照了 就要把他扭送公安局 现在到了什么时候了 中国人脆弱到 已经都不敢让记者 去拍超市里的景象了 这就是所谓的国际大都市 所谓的北京 所谓的四个自信 而且还有人上传了 这么一段视频 是在北京 警察在早上六点的时候 就开始疯狂的去 捶打这个人的家门 我们看一下整个过程 你说明来意了吗 我就给你开门 是吧 你这么直啊 OK 您说 您好 您是 对 我是 我们民警 上你们家找你 为什么不开门呢 你说明来意了吗 我就给你开门 是吧 这么直啊 这个你啊 这个让你居家隔离啊 这个是咱们这个 北京市急务中心 人家的这个要求 我理解 为什么我居家隔离 为什么我被居家隔离 我说不配合啊 也不接电话 也这个 我 我 我接电话呀 电话是我接的呀 你每 你每个电话 我都接 接到电话 我也都接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12点钟 还有人给我做核酸呢 我都开门了 咱们那个社区啊 它是这个 六里直街道办事处的下属机构 我理解 代表这个政府 执行这个居家隔离的 我理解 我为什么要被居家隔离 你得配合 我 你现在 你作为你个人来讲 我非常配合 你有什么东西 你可以反应 我没有意见 我没有什么意见 你必须遵守 这个北京市政府的居家隔离的这个要求 我 我只是希望 我只是希望北京市政府 给我解释 我为什么要被居家隔离 第一 我是阴性 我没有生病 第二 我也没有从风险区回来 我也没有经过风险区 我为什么要被居家隔离 正因为你是阴性 所以说才让你居家隔离的 也就是说我第一 我这个人没有病 然后我自己也没有携带这个病 然后我也没有经过疫区 然后你们一声令下 就可以限制 就可以限制我的人生自由 你 你呀 这个啊 这个不是我们定的 我当然知道不是你们定的 我也 这个我们只是接这个 这个机控部门的这个要求 我知道 因为你的这个 不能因为 不能你看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现在的情况是 没有任何人告诉我 为什么我被居家隔离 然后派出所来 今天早上派出所六点钟 来砸门 光光光光光光光的砸门 你说明来意了吗 我就给你开门 执法这么直啊 什么情况 请问六里屯 请问六里屯派出所 我是这样 是这样来执法的吗 我是犯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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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今天敲门为什么不开 我为什么要开呢 我问半天 你的警号是什么 你的目的是什么 没有一个人回答 你警号是什么 我 我 我一个纳税的公民啊 你们这些公务员 你们是不是应该说明来意 你作为一个公民 你必须得纳税 这是你的义务 这是我的义务 但是我 你们的义务呢 你们的义务呢 我是有这个义务 这就是今天中国人 所遇到的遭遇 不管是北京人 上海人 还是任何地方的人 其实很多小地方的人 遇到的困难更多 管控更严 像在东北一些地方 在这个河北一些地方 在上海周边的江苏省的某些地方 实际上我们都没有展示出来 那些视频 那些图片 那些网上的文章啊 汗牛冲动 太多太多了 有很多的血泪 所以说看到中国人生活成这样的惨状 谷爱玲 他能够愿意跟大家一起同甘共苦吗 人家是什么身份啊 对吧 人家是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座上宾 他是来表演的 表演完之后 当然是吃干妈净 然后拍拍屁股走人 所以谷爱玲最后说 谢谢中国 然后放了一个 Instagram那个账号 而且Instagram这个网站 还是被中国给屏蔽的 必须要翻墙VPN才能上 谷爱玲曾经说过 翻墙VPN非常容易获得 如果真的是非常容易获得的话 他为什么还要查进这个网站呢 对不对 很明显他还是阻止了绝大多数人去上这个网站嘛 所以说谷爱玲的谢谢中国招了恨 那也是他活该 因为不管是在美国人眼里 还是在中国人眼里 你都是两面派 你都是两边想讨好处的 但是随着中国开始逐渐的闭关锁国 走回头路 跟资本主义全球化 渐行渐远之后 实际上这种两面人 这种左右逢源的 脚踏两只船的 最终肯定会要选边站的 像在中国 有些人 如果你不肯现在离开中国 现在润的话 那么未来的下场 恐怕是不会好的 上期节目我就讲到了 大势已定 最终我们每个个体 都会被整个风暴裹挟 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整个大趋势 只会任由他去捉弄 我们的命运不会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而我最讨厌的那种人 就是他已经肉身翻墙了 已经逃跑了 已经离开自己的亲爱的祖国了 但是还在这热爱党国 表达自己爱国之情 但是你劝他 他进去不会回去的 比如说有人就给我留言 说我是戴着有色眼镜看祖国的 祖国在我眼中已经不是家了 然后他说我可能收了钱了 但是他是一个定居海外的中国人 所以说他说祖国就是我的家 还说什么社会稳定 人民和平最重要 起码共产党做到了 然后说我是为了利益 鼠点望足 也可能他就是一个在中国的五毛 故意这么说的 也可能是真的 他是一个在海外的华人 在海外确实也有这样的人 问题就是你不要得了便宜 还卖乖 身在一个自由世界 享受着西方的自由民主 新鲜的空气 美好的环境 健康的制度 但是却天天的夸中国 然后自己却不愿意回去 看到自己的同胞 遭受到那样的苦难 他们无动于衷 他们还在为这个政权 涂脂抹粉 他们真的是爱国吗 他们只是爱自己而已 他们只是在做爱国的表演 而自己其实早就用脚投票了 没有投自己的祖国 他投了西方国家 反华国家 给这些国家去贡献税收 最终变成打向中国的子弹 而且更不要说 他们的子孙后代 还是要变成外国人 甚至血统都会改变 变成混血 最后逐渐的淡化 但是他们仍然愿意 万里挑挑的跑到外国来 但是他们却死活不敢承认 对他们来说 外国比中国更好 但是你不承认没关系 但是我们都看到了 你的实际动作 既然你的动作是这个了 你说什么 你其实已经没有用了 你说的越多 越表现自己多么爱祖国 就越让人觉得 你太虚伪 太无耻 太站着说话不要疼 这期的节目 又跟大家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